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17到22是黄蓝灯 最烂的就是蓝灯 16分到9分 那最惨最惨就是9分啦 那现在看起来 从这个短线角度 其实2019年5月到现在为止 看起来这一年多的时间以来 我们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相对谷底 相对低了 可是我们那是看短线嘛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差一点 好可是我们看长线呢 好像还没有到最低喔 2000年网络科技泡沫化 9分很惨 9分 对2008年 2008年金融海啸嘛 也是很惨 撒下来也是撒到9分很低嘛 那2012年 我们看到欧债危机 欧猪五国嘛 五只小猪 那在2016的这个1月份 油价往下崩嘛 那再来去年发生这个美中贸易大战 都影响很大 可是你看前面分数那么低 为什么这一次看起来好像 还没有跌到像之前那么惨 对 为什么 没那么差 因为台湾疫情控制的相对 是比较好的世界第一 所以我们的冲击是比较小的 再来呢 加上我们台湾的政府 有刺激经济的措施 很快速的振兴券 那还有这个安心国旅补助方案 希望能够很快速的刺激经济往上 那虽然这个地方 我们还没有办法肯定 100%肯定说一定就是最低 对 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景气 它距离这个谷底 其实差距不会太远 而且正在慢慢的 往上做一个翻扬 而且疫情的冲击啊 看起来这个是有限的 而且是慢慢的 开始要呈现一个 复苏的一个迹象了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美股 美股到穷 昨天涨580点吧 看起来好像涨蛮多的 可是你看前面那个缺口 同方缺口一直都没有补嘛 都没有补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是大家所担心的 可是你看往下跌 你觉得它会跌很多吗 不会 其实前面还有这个平台区的支撑 在撑着嘛 而且这个地方看起来 这个昨天晚上 美国的波音公司 大涨14% 那为什么波音可以大涨14%呢 确诊 因为它的737MAS 又开始准备要认证 因为之前停飞嘛 五个月掉两架飞机 那现在开始准备要 这个 开始准备要认证 到底能不能复工 能不能复飞呢 还不晓得啦 但是因为这个消息因素影响 都大涨 那再来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病例 你看美国新增确诊人数 哇好可怕喔 大家就觉得疫情二次爆发 这个单日新增确诊 6月26号一天喔 4.4万人 这个图看起来 哇 创新高很多 28号稍微掉下一点点 大家觉得很担心很可怕很恐慌 可是呢你看这张图 诶 确诊就是一定会拜拜吗 是世界末日吗 不是嘛 你看5月6号 单日死亡人数最恐慌的时候 一天是2701人 很可怕耶 昨天28号 前天28号 单日死亡人数是250人 你看已经很明显的 再往下掉 那你再对照一下 这个单日新增确诊 这个人数4万多人 可是其实 现在有瑞德西晚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个治疗方法嘛 其实 就算确诊 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慌 没有那么害怕嘛 所以你看死亡人数 他是一直不断的 再往下滑 医疗的能量 已经开始比较充沛了 所以我想 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啊 因为很快的 它前面有一个支撑区嘛 那就是波音嘛 你看波音七三七妹 我刚刚提到嘛 大涨14.4% 而且你看之前高档 是从400 300多 毕竟400跌下来 那最惨 跌破这个百元嘛 那现在又来到194.49 看起来还不错 还不错 你看那虽然这个飞机之前 这个掉下来嘛 就是蛮惨淡的被停飞 可是呢又说疫情冲击 双重打击很惨 可是人家都从底部翻涨一倍了 好那再来你看苹果 苹果你看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是不是均线 多头排列都往上 代表科技股表现特别强 苹概股可以特别留意 还有苹概 今年5G要发表新机啊 所以苹果的相关手机 大家也可以特别留意 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个股 你看哦 再来是最重要观察 热钱 昨天台币一度升破29.5 最强来到29.46 代表什么意思 钱进来了嘛 钱进来了嘛 而且钱还在啊 而且台币创两年的新高 既然钱还在场内 我想大家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虽然昨天外市是大卖 但是因为在消化这个 节前的这段时间的卖压 因为美国股市那时候有跌嘛 好所以只是暂时消化 那今天我想这个外市搞不好 又买回来了 好所以我想这个月旋的趋势 台北股市趋势是往上走的嘛 对 所以特别留意 5G今天正式开台 中华电信嘛 台歌大嘛 正式开台 光通讯相关的概念个股 网通概念个股 今天可以特别的留意 是感谢Leo的分享 想要收到更及时的财经消息 也欢迎加入Leo的Live Ads和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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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